我們先來看到烏二現在戰場上面的最前線 已經達到哪裡去了 這是來自於華盛頓戰爭研究所的數據 大家知道我們談了非常多 就是基站的這個東北部地區哈爾科夫 還有加上它的南部地區 一週以來在這個基站之下所做的統計 俄羅斯方面奪取了當地278平方公里的土地 是俄羅斯一年半以來已經是說 他們是最大的一個戰國了 那從2022年烏二戰爭開打到現在 也是佔領了當地大約12%的領土 哈爾科夫基站是目前最大的威脅 因為大家就猜說接下來哈爾科夫下一站 可不可能越來越靠近往基辅這邊打 所以非常的擔心 那之所以哈爾科夫這麼的重要 包括他第一個 他是烏克蘭的第二大城市 人口130萬人 他同時也是第二個烏克蘭的俄語大城 而且距離俄羅斯的邊境非常的近 大約就是30公里而已 今年以來我們看到他頻頻的遭到 俄軍在做空襲上面的攻擊 導致當地的基礎建設都已經被毀損了 接下來來自於BBC的推測說 普丁試圖拿下哈爾科夫在這邊建立緩衝區之外 還會再進一步要持續進攻隔壁的蘇米州這個地方 哈爾科夫現在再次的陷入基站 從一開始淪陷幾年前曾經淪陷過 之後又被烏克蘭拿回來 現在又在淪陷 請問張建老師如何看 如果哈爾科夫真的被攻陷了對當地的影響衝擊有多大 會不會造成後續的骨牌效應 我想就目前的各項戰況的報導的話 我們會發現俄軍在是以小部隊的規模 這個化整維林實施這個多點突川的戰術 然後去突破烏克蘭的防線 但是整體上來的話 它還是受到統一的取射火力的掩護設計資源 那整個的就是會來的戰況的發展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跡象顯示 這個俄羅斯的部隊已經慢慢慢慢達到攻勢極限 而且也沒有這個就是完整去完成一個完整的包圍圈 我想他們大概是從孫子兵法 這個窮寇勿迫 這個為師必卻 留一個缺口 讓他可以順利的這個退掉 就是說退卻而離開哈爾科夫 那這個哈爾科夫從蘇聯 前蘇聯時代就一直經營裡頭 確實有很多可以作為這個等於烏克蘭部隊的前進的指揮所 而且儲存了很多的軍事物資 以及了很多的這個重要的因素 所以它是一個攻者所必取 守者所必固的這個重要的這個戰略要育跟戰略要點 可是這個俄羅斯確實在兩年前就進攻的時候 步步為營陷入住民地的戰鬥 這個就是損失慘重 所以後來實在是這個說已經打到筋疲力竭 不得不退回來才被烏克蘭所奪回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就目前看來的話 俄羅斯後面淺然沒有建立後續攻擊的這個後續攻擊踢退 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進去了就好像桌上籌碼一樣 你一次壓完了 堵完了就堵完了 你底下還沒有一皮箱的鈔碼對不對 假如你在這個前面已經進展 所以你後面還有很多的敘事待發 那你可能就是專門 所以不無可能他會把它繞過去 然後只是圍困 然後讓這烏克蘭部隊知難而退 那會不會造成這個骨牌效益呢 我認為有兩個面向來切入 一個是這個俄羅斯能夠勢如破竹 一路這樣打下去 這樣子就目前分析看來 它目前好像力量已經到達攻勢極限 應該還要就是說不至於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呢 就烏克蘭本身而言 我們從那個肥水之戰的福建 這個一敗了之後 這個就是草木皆兵 這個就是風聲鶴唳 自己就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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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垮了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說會被骨牌效益 不是別人強不強 而是自己你能不能撐得住 但是連這個哈爾科夫 這個就是淪陷的話 它會造成一個非常重大的震撼跟心理效益 會不會對戰局的產生顯著的退育 我認為可能性是存在 但會不會導致了骨牌效益 我覺得那個機率應該相對較低 好我們看到這個俄羅斯打的 或許就是在哈爾科夫州這邊用的是圍困的方式 大家非常擔心說接下來這邊會不會整個淪陷了 那有一位是真的完全不擔心 他是北約的指揮官 最高統帥他叫做卡沃里 他似乎不擔心 他認為說莫斯科在哈爾科夫周邊部署的部隊 不足以在該地區取得戰略上面的突破 校尾哥如何看他這一席話 那另外俄軍攻擊這個哈爾科夫 我們看到烏軍仍然是在等待這些美制的武器 吊派 兵員等等 他們現在是不是已經疲於奔命 你如何看 好 這樣這個北約指揮官 這位四星上將他講的話 其實真的也不無道理 但我也沒有那麼樂觀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跟張老師的這個觀點很接近 的確 俄軍他們這一次在攻擊前 北約已經提出警告 他們發現在卡爾科夫周邊 俄軍大概集中了大約三萬左右這樣的兵力 三萬其實如果說你要以工程來講 你要強攻一個城市 根本辦不到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常講二戰的時候一個戰力 當年德國為了攻下基辅 用了兩個集團軍 兩個集團軍是將近兩百萬人去包圍 把那個基辅做一個大包圍作戰 整個把基辅包圍下來之後 基辅的守軍 什麼該跟那個原先蘇聯斷都斷了 最後不得已開城投降 出來投降的軍隊就有六十七萬 六十八萬之多 今天這種人數我們剛剛講 當初德軍在基辅大包圍作戰 所動用的兵力 跟俄軍守在基辅 那個紅軍守在基辅的兵力 都已經不是今天在俄烏衝衝突中 能夠看到的規模 但是也不可否認就是說 今天如果就是說 今天俄軍在攻擊的時候 他不採取強攻哈爾科夫的 這樣一個方式 而是用兩路 在沿著哈爾科夫周圍 慢慢慢慢地形成一個包圍圈 這個時候其實不管對於哈爾科夫 那個城內的人 或說是烏克蘭的守軍來講 會產生極大的壓力 而且因為為什麼 如果萬一真的 那個俄軍在周邊慢慢慢慢運用蠶食法 還真的把這個哈爾科夫 把它包圍到包圍圈裡面 他不強攻 他只要圍起來就好 你說130萬這個大臣 現在烏克蘭怎麼去養 或怎麼去維持這130萬人的 這樣一個生存 另外如果說今天 那個以這個烏軍來說的話 因為烏軍我們看到現在在這個 其他像盾電刺客那邊的攻勢 已經吸引住絕大部分烏軍的戰略 也就是說烏軍其實真正 手邊也沒有什麼戰略預備隊 能夠投到哈爾科夫周邊 去堵住俄軍的攻勢 這個就像剛剛張老師所說的 如果說今天烏軍沒有 烏軍沒有足夠的戰略預備隊 堵住好俄軍的這種蠶食的話 那導致就是說 哈爾科夫被包圍 其實我一直認為 我覺得俄軍他集中在這邊的軍力 是根本不可能強攻阿爾科夫 人數真的太少 但是你說在外圍把它包圍住 讓它變成一個孤島有沒有可能 這個是真的有的 但是烏軍如果他本身 沒有足夠戰略預備隊 去阻止俄軍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後面產生的這個政治效應 就會非常大 因為你說130萬人被圍困在這邊 怎麼辦 你那個哲倫斯基要不要去解決 然後那俄羅斯的角度來說 我現在就把這130萬人圍困在那裡 我看你烏克蘭怎麼辦 你要不要來跟我談 這個時候其實都是變成 就是把戰爭的這個戰術行為 重新轉換為政治壓力 因為其實以二戰時期 你看到所有的這種歷史來看的話 一旦一個城被圍了 它所產生的這個政治衝擊效力 是非常可觀的 那蘇聯人過去包含在史達林哥 在列寧哥 他們有非常堅韌的 這樣的精神可以被圍 死了那麼多人都給他撐下 但是今天已經是2024年了 跟將近80年前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 澤倫斯基必須要非常認真地面對 如果哈爾科夫真的被俄軍包圍了 他該怎麼辦 好 我們看到現在俄羅斯的 這個戰略的方法 已經越來越清晰了 蠶食還有用圍困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等雙方 剛剛夏威哥幫我們講到的政治談判 針對這樣子的情勢 我們看到這個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他最近也坦承說 確實現在前線真的非常的吃緊 但是他認為目前的戰況 他說還在控制當中 那他也取消了 我們知道他本來要出訪 但是可能看到現在情況比較危急 所以他是取消了他這些行程 然後不忘 持續的跟這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喊話說 我們需要愛國者防空飛彈 但是我們也知道這個布林肯 最近真的有非常多的評價兩極 因為他前幾天去了基辅 這個彈吉他 希望能激勵士氣 也有人誇讚他 也有人批評他 不知道上次歌怎麼看 就是布林肯沒有送你愛國者飛彈 送你一首歌 他送的部分是這個Neil Young 但他還是選歌 有點意思 因為這個歌是Rock in the Free World 在自由世界中搖滾 那當然還描述了一個未來 如果很夠和平或勝利之後的話 就是變成一個自由世界當中 大家可以重新歡樂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向來都是美國 經常有風格 不過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國務卿 像布林肯能夠這樣子現唱 都知道布林肯因為過年前組過樂團 還出過單曲 那他的吉他技巧是可以的 唱歌聲音我覺得一般般 然後所以在這次當中他唱的時候 很多人說音癡 音癡 也有人在批評他都不是歌手的料 只是他音樂是有點水平的 但我們要知道其實在美國來講 長久以來每次在戰爭的時候 我想過去在韓戰 包括在樂戰其實都有類似 在最後過來探訪的時候 要不就一個落軍的表演 要不就類似這樣子在一個酒吧環境裡頭 他所呈現的這樣子的氛圍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氛圍是有個淺台詞的 它不是一個娛樂或者不是一個放鬆 它表達的東西就是in control 就是說這東西現在是控制中的 我們還可以這樣子在這個 戰火當中我們一個局部的時間可以歡樂 就不忘戰爭跟這種所謂歌聲的這種平衡 美國文化當中很喜歡凸顯這種東西 Everything in control 所有東西我們美國都可以掌握住 我這個淺台詞是有的 只不過當然他講的 他這個東西其實還是引起 我們都看到烏克蘭當中有各式各樣 包括媒體裡頭還是有很多的暗示跟批評 總覺得說你在這種狀況當中 我們現在那麼多戰士犧牲在戰壕裡頭 參風露宿 然後我們現在需要更多的武器 需要更多的經費 你現唱就算了吧你 要不就直接給具體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外人 往往就是這種說三道四 美國就是這樣子 in control 是你覺得control 可是真正的在戰火犀牲 在戰火努力 此刻戰火受困還是烏克蘭的人民 沒錯 好 我們持續來關注 那接下來 剛剛上次歌其實我們稍找的時候有提到說 接下來在6月中我們要來關心的 就是這一場和平會議 瑞士總統這一位是阿姆赫德 畫面上我們看到 其實這一次總共是發出了全球160個 在這當中有160份的邀請 那現在有50國是確定一定會參加在這會議當中 瑞士也希望說服第一個是全球南方的國家 第二個中國大陸可以加入 那我們也知道中國大陸先前已經表態過了 在對普丁說他也是支持這場會議的 欸 普丁也表示支持喔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那可是呢 俄羅斯還是沒有受邀在這場會議當中 那這樣子的一場會議到底有沒有能夠達成一些實質具體的效果 不知道張建老師如何看 接下來你認為普丁可能會在接下來的這個巴黎奧運期間停戰嗎 有沒有可能 我想這個政治是可能的議數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但是它的前提是法國必須有明顯的表態 而且你明顯的現在在抵制普丁去參與這些的活動 把它活動排除在外的話 你怎麼可能讓他願意答應 所以除非今天巴黎這個馬克宏能明確的講 說希望能夠 他目前沒有講出來 所以我認為這個明確表態是先決條件 上次哥如何看 我想我覺得可能性很高喔 因為我覺得普丁在這個巴黎的這個奧運期間會不會這麼做 因為我們對比現在在中東戰爭的時候 大家對於到底包括以色列在所謂的摘戒月的期間 要不要動武這件事情 其實作為一個文化的或全球性穆斯林 或在和平期待當中 總認為你應該停火 要求你並不是停戰而是停火 但以色列沒做 所以以色列還是繼續的還是繼續進行戰爭 所以這個部分的全球非常惡劣的印象 這件事情對於以色列當中是不斷的疊加上去的 我們知道其實普丁是一個政治高手 他這個國際外交是個老狐狸 所以要怎麼樣做可以做到一個 他還是持續他的戰爭 但是該虛於給你知道 因為奧運這個事情是全球不管是戰爭 是一般民眾 世襟小民 老弱婦孺 可能都很關注的 你在這時候有一個全球惡劣的印象 可是對你普丁當中何必這樣子 你只要稍微輕鬆一點做一點 你繼續稍微停火 你不是停戰 這個時候其實就會給大家一種比較 而且有一種和平希望的感覺 我整體來看 我認為這不僅是普丁自己本身 就是一個國際公關高手 其次我相信中國大陸在這一次 跟行李景見面當中我認為應該也會有這樣子的期待跟勤勞 好 我也想要關注說這場和平會議能不能達到一些實質上面的效果 那或者是說有沒有什麼場上可以特別來關注的國家 鄧靖老師 我覺得這裡頭之中到目前為止所拍出來的議程之中 並沒有 尤其是美國是在這個中並沒有積極的參與 歐洲方面一頭熱 但是這一場戰爭後面牽動的因素確實很多 所以到了最後是可能事情辦得熱熱腦腦 最後是無疾而終 是 好 謝謝 謝謝張靖老師 那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悉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現線上 出現了